下官让你感觉很大 池泽里面非常的小 而且空间也非常的窄 就抓这两个重点拿出来讲 满湾就会马上看到 宽宽客最爱买的保温瓶 然后再转个弯又会看到 一整排的保温瓶森林 让你逛到爽 什么你说你不信 好哦我们来走一次 大家好是马云鸡 今天要带大家来去 黄得一塌糊涂的蛋黄区 东京新树车站周边的 三家皮股卡妹来一探究竟 首先在Google输入这串字的话 地图上面就会蹦出三家 头长一样屁股不一样的三家分店 所以马云鸡给他们取了个绰号 这家是西口大姐店 这家是东口二姐店 最后是东口战前小妹店 第一教我们先热血的前往 为在西口方向的孤单大姐店 因为其他两间店都在东口 只有他在西口 所以马云鸡觉得他很孤单 叫他孤单大姐店 请记得第一次来新树的朋友 抵达新树后请把自己弄到地面上 在热血的前往目的地会比较好 一进来你的眼睛就会被强迫看到 这栋大楼的地图介绍 因为比库咖妹拉是从二楼开始 所以我们直接前往二楼 上来之后会发现 二楼只有一半是比库咖妹拉 然后就可以开始进去逛街了 这家店非常的热血 一进来就会直接看到 观光客喜欢买爆的电器美妆药品或食品 他这么做的话 会害观光客一走进来 就连在二楼无法动弹 这边不只会看到日本有名的巧克力 还有日本酒口味的有名巧克力 甚至还有东京banana口味的日本有名巧克力 旁边的架子上还很故意的摆着 看起来就很日式的小扇子 反正西口大姐店就非常了解你的观光口味 走到后面一点的话 会来到一个摆满各种酒精的地方 因为满油机不懂酒 趁你不注意的时候已经偷偷跑上楼了 一上来就会看到前面摆了一堆电视 还有一张黏在地板上的热血地图 请让满油机带大家去看这几样重点就好 首先来到手机的周边商品区 会看到一些很常见的手机周边商品 旁边有一架放宝可梦跟其他卡通角色的周边商品 满油机在这边发现一组 超可爱但是超贵的雷秋行动电源 然后在这个架子的旁边头用力往右一甩 就会看到一个观光客可能会需要的东西 如果你需要电源帮你安装 请带着2200日元到四楼的柜台询问 再来往后面出发 我们去看耳机 耳机的种类不止很多 还会有高级耳机摆在这里让你视墨不用钱 如果想要买的话 直接在下面拿货就可以了 完全不用担心跟电源机桶压架 耳机跟手机挂完之后我们继续往上走 以上来到四楼也会发现 又有一张热血的地图贴在地板上 还有下雨的话可以在这边买伞 这层楼满油机觉得只有这个是重点 这边行李箱的大小种类 比你那个变化多端的身材还要多 还有一个可以测量行李箱身材的器具 超过这个大小的话就不能手提上飞机 然后这层楼的其他东西 像是笔电或是笔电的周边 相机或是相机的周边 电竞老公或是老公的周边 请各位客观按需求前往 再来我们再上一层楼 一上来你就会看到一大堆的洗衣机 还有那张一直出现的热血地图 这边满油机就抓这两个重点拿出来讲 一转弯就会马上看到 宽宽客最爱买的保温瓶 然后再转个弯又会看到 一整排的保温瓶森林让你逛到爽 而且不同牌子它也很热血的分类的非常整齐 有指定牌子的客观 就可以直接粘到那个牌子的价值前面 然后这边还有儿童专用的保温瓶 甚至还可以找到 印几个日本图案就可以拿来送礼的保温瓶 再来我们前往家电区 这边可以看到满满的都是微波炉 还有上面插朵花的粿粿微波炉 还有在排名比赛里得冠军的微波炉 往后总会看到满满的都是电饭锅 还有雾面黑的粿粿电饭锅 然后电饭锅他们也会比赛 这个是得冠军的电饭锅 然后再往后走就会看到其他的家电 还有有名牌子的咖啡机 或是Dyson的吸尘器 再来我们更上一层楼前往摇滚区 一上来就可以开始施心风表演了 这边一样会看到那张贴在地上的乐写地图 麻油鸡不啰嗦 只抓一个重点奖就好了 这边一上来就会看到各种玩具 不论是小男生的玩具 还是小女生的玩具 甚至是小baby的玩具 在这层楼都可以很热血的找得到 再来转个身我们去看大人的玩具 这边可以看到switch主机的在库状态 还有满满一左朗的switch游戏片 而且他们还跟嘉典一样喜欢玩排名游戏 还会看到一整架的switch保护盒 你可以在这边买一个粉红色的送给你老婆 然后说这是化妆包只是有点硬 然后你就可以顺理成章的买一个自己喜欢的 说这是备用的化妆包先给我用就好了 再来我们去看看PS专区 一样会看到满满的一整架的游戏片 还有一些买来配合PS主机一起玩的话 会让血液流动的更热血的周边商品 当然他也跟家电一样喜欢玩排名游戏 再来我们来到一个热血的组装模型区 这边不只有车子的组装模型 还有船的组装模型 甚至是战舰的组装模型 再走过去会看到一整区的男性像专区 这边通常不是可爱少女的模型 就是可爱又性感的少女模型 说到模型当然不会少了业界最强的钢弹 但是购买钢弹模型需要注意 它是有购买数量的限制的 除了组装模型之外 旁边还有一些有名的动漫公仔 模型跟公仔看了差不多之后 马上连接一个会发胖的地方 在这边你可以找到各种让自己发胖的零食 而且会看到 那个不知道为什么很受欢迎的梅片 转头一看还会看到日本有名的KeyCat巧克力 甚至是宝宝的副食品在这边都找得到 然后临时看完之后会来到一个转蛋区 这边的转蛋机台总数其实也不算少 还可以找到那些造型很闹的转蛋 然后大家千万不要遇到这台初音音的电视机 不然就会跟马业机一样在前面罚站了一个小时 接下来我们说一下孤单大姐店的注意事项 免税的入口在这里 如果你买满5000日元需要免税的话 记得到二楼的这里走一个小迷宫 迷宫一走完就会看到免税柜台了 然后要记得 因为有一些人逛街的时候会想要拉臭臭 所以Bicu Gamera在每一层楼都有给你准备厕所 只需要跟着地板上的线走就会抵达厕所 再来马业机要提醒大家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 搭电车抵达新树之后 大部分的人都会先遇到新树地下道的迷路大考验 建议不想迷路的人 先让自己出现在地面之后 再抬头去找这栋建筑的话 方向会更明确一点 因为你在新树地下道玩密室逃脱的时间 可能会比你女朋友化妆的时间还要久 什么你说你不信 好哦我们来走一次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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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不要氣臉 还有一个路线哟 大姐店逛完之后 我们去二姐店看看 二姐店跟大姐店不一样 一楼是卖美妆电器产品 而不是像大姐一样的观光客特区 我们去看看二姐店的其他楼层 进店低的话请按四楼 因为二楼跟三楼不属于二姐店的管辖范围 一打开门就会看到电视 还有一大堆的电视 还有一些耳机 跟那个好贵好贵的耳机 在这边可以找到米奇造型的可爱耳机外壳 然后再走到另外一边会看到一大堆的酒精 因为满游记不懂酒 只知道有一些酒是放在外面 然后另外一些酒就被关起来 再来前往五楼 大电梯很无聊的话 可以多看别人性感的美腿 五楼的重点只有一个 那就是观光客爱买的电饭锅 还有微波炉 一样会看到很贵的高级家电 然后也会看到家电被拿来排名 反正一定要分出胜负就对了 然后走到另外一边是洗衣机跟冰箱 观光客可以直接跳过 再来我们上来六楼会看到 又是一大堆的小孩玩具 还有大人的玩具 如果说是玩具种类跟规模 二姐店跟大姐店应该是差不多 只是二姐店它没有组装模型的特区 但还是会有电玩游戏的特区 这边一样会有写着圈圈叉叉的在库状况 如果想要买的话记得拿这张纸 那写的请店员帮你拿货 没有纸的话就是没有货了 千万不要站在那边妄想 然后一样会有switch的保护盒 记得买来给你老婆当礼物 任天堂看完之后我们看一下ps 二姐店的ps专卖区 明显比大姐店还要来得小 大家还是会在那边画圈圈叉叉告诉你 现在的机台有没有货 然后在这边转个身 在这边绕一圈看完dyson吸尘器之后 六楼就差不多逛完了 再来我们前往地下一楼 看店地上面的图就知道 他这里到底在卖什么药 在这边都可以找到有名牌制的相机 然后走到后面会看到一堆舒服的椅子 但是他不打算让你坐 千万不要站在那边妄想 然后会看到一个非常小的糖果区 因为太小了其实可以考虑跳过 然后再走过来会看到 规模稍微大一点的美妆药品区 这边不是卖美妆 就是卖日本药品 跟他大姐店的相似度 简直可以说是一模一样 关于价格的部分 麻油机这边就不方便做比较了 时间比较多的客观可以前往比价 然后要记得免税柜台在这层楼可以找得到 再来我们说一下二姐店的注意事项 如果你有在找网络信卡 可以到地下二楼寻找看看 另外如果你是在找行李箱的话 记得要走最美的姿势下楼梯 或者是请你朋友走最美的姿势 一起性感的下楼梯 然后抵达地下三楼 就会找得到行李箱了 另外就是他怕你逛街逛到又想要来大的 各层楼都给你准备了厕所 厕所旁边还带了自动贩卖机 方便的不要不要的 然后他跟大姐店不一样 每层楼都可以免税结账 只要看到柜台就很热血的冲上去就可以了 然后二姐店逛完之后 我们一起热血的前往战前小妹店 因为两间店距离离得很近 如果用麻油机的这种角速走的话 只要10秒钟就可以到了 战前小妹店非常的厉害 外观让你感觉很大 10楼里面非常的小 而且空间也非常的窄 用麻油机这种角速走的话 不用10秒钟就可以把整间店走完了 除非你是想要快速的来这边买一个 观光客用的网络信卡 或者是只是来享受 跟朋友一起搭很窄的电梯 可以近距离偷看他的美腿 莫兰麻油机真的觉得 各位可以跳过小妹店 去逛他的大姐店或二姐店就好了 今天介绍到这边 谢谢大家收看我的影片 请记得按赞订阅开启小铃铛 我们下次见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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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